如果我今天希望輸出一個就是什麼代表 那它的規則你會發現有很多地方是一樣的 但有些地方是不一樣的 因為有些東西將來如果你要用程式去輸出的話 你要找出它一樣的地方 然後也要找出它不一樣的地方 可是不一樣的地方有沒有變化的規則 你會發現有什麼規則不一樣 第一個規則有沒有發現 前面這個數字 當它是在哪一列的時候 它其實就有點像一個列號 哪一列做那件事情 確定我們在錄影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這個數字 它會跟著哪一列 橫向是列的 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 所以你會發現它每一個前面的數字 都是等於列號 那後面那個數字的話 它會因為它的 怎麼講 第一欄、第二欄、第三欄 重向是欄 它哪一欄呢 它會增加一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小 好像我記得小二的一個 有沒有 小二說那個就那樣 那前面那個數字叫貝乘數 後面那個叫乘數 尾巴這個就是乘七 有沒有 相乘的結果 那知道貝乘數跟乘數 我發現很多人不知道 我後來我查了一下才知道 原來前面那個是叫貝乘數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結果給輸出的話 那現在有點困難 所以這裡的話理論上會需要兩個變數 有沒有 那那兩個變數的話呢 它有固定規則 一定都是一一到九 有沒有 那下面這個列也是一一到九 如果你要一次跑兩個回圈太複雜了 所以理論上以後我是建議 如果假設你一次沒辦法跑兩個回圈沒關係 你可以先跑一個回圈之後 寫出結果 再做第二次 等於說像這個是可以分兩次來完成的 不要一次就做 一次就做出來的話 那太累了 那可是要怎麼把它分開來處理 第一個你可以先 假設我們先輸出第一列就可以 第一列的話是輸出什麼 輸出1乘1等於1 一直到1乘9等於9 這樣就OK了 如果你輸出這個OK之後 下面呢我想我們要來改 就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所以呢我們主要是先針對什麼 先針對第一列 所以它有什麼共通點 前面都一乘 那後面的話就是可能需要一個變數吧 那這個變數的話把它套進來 然後讓它跟一相乘 那尾巴這邊的話呢 它會有有點像四個空白 其實這個應該是反斜線T 反斜線T我前面講過 它就是一個TAB 有沒有一個TAB的一個字元 也就是讓它有點像縮排 縮排有點像四個空白 所以我們先完成輸出第一列好了 那整個輸出第一列 這個地方的話我再開一個新的文件好了 一樣把上面的註解先拿掉 然後把它放大一下好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因為我要需要產生一個範圍 所以喔 第一個應該是1 這個變數是1到9 所以我就寫一個回圈嘛 4 那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前面習慣上變數是 會用那個I來當變數 不過因為 我習慣如果是縱向的 我會利用另外一個變數叫J 4J in range 那那個清單的部分 因為剛好是1到9 所以我就1 豆點多少呢 1到10 因為10停下來 OK 所以1到9 後面因為間隔一樣是1 所以我的省率我就不加了 冒號 Enter一下 好 所以我會產生1到9的清單 OK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把它print print什麼東西呢 接下來我就給它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的話呢 就是 我希望輸出呢 這個資料的時候前面都1乘 然後 把J帶進來 然後等於 最後相乘的結果 然後加一個TAG幅畫 因為每個都一樣 所以我就把這個先敘述先打一下 1 然後乘用X代D好了 大寫了X 然後1乘上什麼呢 乘上 所以再加上呢 這個J 因為要轉型 因為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我把J放進來 1乘上1 它從1開始 然後等於 所以後面再串接 等於 所以等於是一個文字 等於 再串一個什麼呢 1乘上J的結果 那一樣轉型 因為它這個地方只要是數字 所以1乘上 乘上J的結果 然後尾巴記得再加一個TAG符號 TAG符號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記得就是反斜線T加一下 OK 好 那理論上呢 我們就已經把這個結果 應該看得懂意思吧 這個其實是在做這個東西 這個其實是在做這個有沒有 其實在做一個這個東西 那一個做完之後下一個 有沒有 再做下一個 等於就是那個 J要跑九次 所以等於跑九個 一個兩個 把它套進來 這樣子輸出 不過呢 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Print本身怎麼樣 它會有晃航 所以如果假設輸出的話 我們是希望它橫向放 那它可能變重向 不過沒關係我們可以把那個 尾巴那個換行 應該看懂這意思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 1乘1等於1 TAG符號 但是因為Print有多換行 所以我講過 如果我不要換行 讓它接在一起的話 還記得吧 上面也在講 逗點的嗎 加一個 把尾巴的那個 換行拿掉 等於什麼 等於空的就可以了 有沒有 END 加一個參數 END等於空的 意思就是說 把尾巴的換行清除掉 這一次 OK 清完之後執行 你可以看到 因為這個地方就出現我們要的 有沒有 它變成說 1乘1等於1 一個TAG符號 然後換1乘2等於2 一個TAG符號 一直到9 OK 所以我們已經做出第一列了 OK 就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要的公式 那一個做出來之後的話 欸 那其他怎麼做呢 嗯 因為一列嘛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考慮到說 欸 那如果要換下一列 下一列的話呢 那理論上就是要再 把這個前面1的部分 再改成另外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的話呢 也許我們可以用I來代替 所以呢 上面可以再寫一個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1到10 然後把I放在 這個1現在的位置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邊把它改成I 然後它就會先輸出一個 換下一個的時候呢 回圈呢 I就變成2 然後再換下一個2 下一個 所以喔 應該可以懂的 所以你一個OK之後的話 下一個喔 再加一個 這個I應該就可以做出90折馬表 試一下 先把第一列先輸出看看 所以如果你寫完之後 得到的結果 是這樣子的話 一列喔 那表示你完成第一階段 那這個寫完之後 再想一下 如果下一列 下一列變2啦 那2怎麼做呢 你會想說 那我要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那難不成我要再複製一個嗎 如果你不會兩頭 你就Ctrl C 那下面這個喔 下面的話呢 就是 下一個 2的話怎麼做 2 這一I in range 一樣意到 那這邊把它改成2嗎 然後 那這邊改成2 如果這樣喔 按執行 OK 有2了 但問題2在這邊的話 後面還是缺一個換行 因為2變成接在1的下 後面 所以應該這邊要多一個換行 那怎麼樣多一個換行 比較簡單 所以如果要加2的話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 這個尾巴加一個 換行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加一個Printer Printer什麼呢 空的就可以了 其實Printer本身如果沒有帶任何東西 就是換行 它預設自己本身就換行 所以喔 如果你是這樣 先輸出一個 剛剛這個嘛 這個J回圈 然後再Printer換行 然後再把1 把上面這兩行貼過來 變成2的話 這邊改成2的話 那輸出就會有2出現了 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 1跟2就出來了 OK 那你說3呢 3再一個Printer 然後再把它貼改成3 可是你說好 是這樣不對啊 這樣不是要貼 底下 等於要貼9次 所以當然不是這樣 所以喔 如果你希望喔 不是一直貼下去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是 再加一個I回圈就可以了 只是說再加一個I回圈 雖然很簡單 就一行敘述 但是你要加對地方 如果你沒有加對地方 結果呢 應該就沒辦法符合我們要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先輸出一個 然後我最關鍵的地方喔 我有在這邊加一個Printer 為什麼要加一個Printer 因為這個Printer呢 主要是因為它的下一列喔 它必須要換行 這邊要多一個換 換到第二的 然後再把上面這個公式貼過來 如果改成2的話 那它2就出現了 所以其實我把上面這個層次喔 複製之後貼下來 改2 這邊改2 就有了 那你說3呢 3其實也是一樣 3再把這兩 有沒有 這3行 複製之後貼到底下 改3 那3就有了 4 4就有了 可是 當然一定不是這樣做啦 因為如果你馬上 欸對喔 老師這個 好像有一次重複耶 123456789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想到 因為它是固定的 它一定是123456789的範圍 它不是亂跳的 所以如果有一個固定範圍的話 那你直覺會想到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讓它再加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 剛好給它一個範圍 然後是1 豆點10 那我可以先抓第一個篩進去 刷第二個篩進去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幫我完成我要的 就是發表 欸對 那要怎麼做啦 請各位先想想看 先完成第一階段 那當然啦 比較複雜的回圈 建議是你可以分階段 徹底了解 不然的話有時候看起來 城市沒幾樣 但是只要有一個地方出錯 那結果當然一定會 就是亂不出來的 那我試一下喔 試一下喔 原來這樣會是